王世堅欺詐了 全是因為初選竟然扯出案外案 陪同掃街的議員陳怡君 竟被說成是皇城國的小三 俗可忍 俗不可忍 散播者應該被揪出來 而且要他付出代價 這是胡說八道 亂七八糟的事情 好險我是防水的 這些過去都曾經經歷過 兩人都喊被抹黑 因為監委之戰越演越烈 王城國也透過臉書 亦有所指說 忍無可忍 還暗奉全黨都知道的 大金牛扫了嗎 儘管沒指名道姓 但外界解讀就是衝著何志偉 剛剛看到一些發文等等的 我的家人這樣子攻擊 我真的是很不樂見 監委廝殺激烈 傳出音信黃成國 還逐一打電話給市議員 要他們力挺王世堅 拉下何志偉 背後牽扯黃成國 何志偉兩派多年鬥爭 很感謝他有對我們黨幫助的部分 然後現在就把他當尿糊 把人家丟在一邊 可以這樣嗎 我以為我的對手只有一個人 沒想到還真的不是 兩人活躍味越來越濃 三連新聞也獨家掌握 兩人民調越咬越緊 陷入拉鋸戰 但初選刀刀劍骨的背後 也暗藏選後修補危機 三連新聞網站好 永遠播放台北報導